我先回應一下就是 明年誰當總統都是好年 完全受到中美貿易戰 然後台商被迫要回來的 一個大力多 那麼這個禮拜最大的事情 當然是兩大這個世界 火車頭羞龍 中美貿易戰越來越白熱化了 這個兩邊都在放話 那麼看到現在中美貿易戰 這個情形對我們台灣的 這個這一場選舉 會造成誰樣的影響呢 我想先問宜貞 因為宜貞其實是經濟碩士 你可以從議員經濟的角度來看 那我認為其實不只中美貿易戰 其實香港的事件也對我們 就是台灣的選舉有非常大的影響 尤其在年輕世代來說 香港的這個議題 一直是影響大家最後去投票 或是現在要 如果你被問到這個民調的話 大家表態的一個關鍵 那我認為香港事情的話 其實應該會有兩個時間是觀察點 一個是開學 一個是10月1號 開學的話 就是看大家回到校園之後 大家是不是真的從街頭回到校園 那如果回到校園之後 街頭的抗爭是會減少 還是說回到校園之後 反而是集結了更多 大家彼此同學之間的力量 對 中共就是做出更多的一些 就是攻擊 那另外一個時間點就是10月1號 是所謂 中共中央的他的國慶 那國慶的話 習近平主席他到底會不會受控於 就是 一些黨內的壓力 或是國內的壓力 而做出比較強硬的一些動作 那我覺得這都是影響 未來香港反送中議題 對台灣影響 就是選舉的一個關鍵 好 現在就大家在觀察的重點 因為這一波中美貿易戰 看起來是在打關 所以事實上這個川普阿伯 他的態度非常的明確 第一就是希望大家離開中國 那麼最終 最重要是希望這些企業 回到美國 幫美國來拚經濟 這對台灣會發生什麼影響 我們看看現在台灣的景氣 在什麼樣的狀況 比較簡單看這個 國發會的景氣對策訊號 每個月都會公佈 很清楚的這個燈號叫黃藍燈 代表景氣還在衰退 所以說這個景氣是不是有改善 目前光從燈號來看 這是第11個黃藍燈 代表景氣還是在衰退當中 但是我們來看到細項是有些玄機 海關的出口值 海關出口值 這邊還是還是這個 慢慢的還在衰退當中 但是比較好的數字是 機械電機設備進口值 什麼意思 你要回來投資 大家說現在大家逼你離開中國 你要回來投資 回來投資很多 真的是確實回到台灣了 所以這個機械電機設備進口值 上個月是紅燈代表很熱絡 那麼這個月還是黃紅燈 代表還是很不錯 好 那我們來看到 包括這個股價指數也是變成綠燈 所以其實台股很強 他想說這一波競爭這麼激烈 怎麼台股還沒有這個掉下來的情況 那從這個目前的景氣的現況來看 我想問一下傑明哥 你怎麼看 好像感覺上台灣的景氣是有在慢慢轉好 因為錢會回來 中美貿易戰刺激 台灣的景氣慢慢的有好轉的現象 這個成立嗎 那對誰是加分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明年誰當總統都是好年 就是2020到2021 就是誰當都很幸運就對了 對 誰都是真是good luck to you 因為他完全是受到 就是完全受到中美貿易戰 然後台商被迫要回來的一個大利多 到目前為止 固定投資已經到4兆新台幣了 我們知道台灣的GDP也不過17兆 那如果再加上最近就是回來資金大概有1.6兆元 在未來一段時間在一年之內 有1.6兆的這些台商錢還回來是cash 是現金 那另外投資的部分呢 今年的8000億的目標應該可以達成 那如果再加上美光的金額 因為美光到底是4000億 總體4000億還是單別600億 其實總體金額是4000億 那增加 額外增加600億 所以今年加起來 只光目前看到的就是回來台商的錢呢 就已經就是投資部分已經高達了這個1.2兆到1.3兆的金錢 那這個錢你比對台灣17兆的金額來說 明後年這兩年 台灣在各個這個包括房地產 包括投資還有這個薪資 休業率 各方面都看到有相當大的一個成長 選項的人順風順水 因為甚至有一個數字其實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今年大概整體全球的獲利是減少8% 但明年會跳升到11% 就是這個貿易戰只是一個過程 但是如果平心靜氣而言 就是說如果你說這個美中貿易戰 對這四個人誰有幫助呢 我答案是說對誰都沒有幫助 因為民眾根本不在乎這個事情 錢沒有進我口袋 我在乎什麼呢 但是如果到所謂的政黨辯論的時候 就是明年大選會有辯論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蔡英文一定是 她可以拿來做說出來 小英還寫臉書 說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現在是亞洲四小龍之間 這兩個好寫 當然這部分是因為別人落下去了 我們維持現況 但是不論怎麼樣這個會辨持是 蔡英文的縮帖 可是你說真的 說在這個情況下 是誰會未來誰有機會 讓台灣的經濟會更好 我想很多的人心裡都明白了 我們用剃出話 剃出話絕對不會是柯文哲 也絕對不會是韓國語 蔡英文就是現況 答案應該是郭台銘 你看郭總的現壓力很大 他八成的獲利都在中國大陸 這個當然 這麼嚴重怎麼辦 你要去分析另外一個角度是 它裡面大部分有 將近三成以上 應該是中國 供應中國的只有不到四成 他其實供應中國以外需求是60% 所以就是說 他其實是中國需要他 而不是他需要中國 如果他經濟產品都是賣給中國 那你就答案就反過來 中國咔他就死定了 好那你說他40%賣到中國是什麼 都是高端的AI設備 就是他的工業互聯網 那而且他也都說了 這些公司就是中國人自己 自家在上海掛牌 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是中國人 所以他自己分得很清楚 這份我不太認為 是郭台銘的這個副分 但是川普有沒有喜歡郭台銘呢 我也覺得這是高度懷疑 為什麼這麼說 還記得當時東資半導體的時候 郭台銘一直起心動念要買 結果被誰擋了 被美方擋 那時候總統是誰是川普 後來逼了他去威州投資 他去威州投資 就要跟川普說 你看我投資你了 你把東資半導體給我好不好 所以事實上我們這麼說 他最大的問題 還是美方對郭台銘 到底有沒有信任 是未來郭台銘 可能要遇到的問題 OK我們現場 我們四位來賓 你們覺得到底誰 可以幫助台灣發大財 其實我回應一下 傑明哥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成立不存在 因為柯市長有沒有 正式宣布說他要參選 那目前看起來是郭台銘 可能是要參選的機率 會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其實最近 我們看標題都會看到 在貿易戰裡面 其實習近平是不讓步的 那美國用什麼反擊 當然就是開啟軍售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第一個 這兩頭大象在打架的時候 台灣到底要在哪邊做生存 才不會被踩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阿扁總統也講過 兩岸一家人 那請問台灣價值是 那那個時候不要 那第二件事情 兩頭大象在打架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關注的是 我們自己內部的經濟發展 包含剛剛戴宣講到的 其實蔡總統不只一次 在闡述說 台灣的GDP在這一季 變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但是我們也要想一下 我們回頭去看一下 這一季之前的GDP 到底是在四小龍之內的 哪一個名次上 那當然兩頭大象在吵架 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因為這樣 而去成為第一 所以怎麼樣增強自己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 值得討論的 是在依賴度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發現 其實最近的研究報告 經濟研究報告裡面 也有顯示說 其實台灣的出口 對中國的依賴度 其實並沒有減少 而且還是反而在上升的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它的依賴度 也有將近四成左右 所以未來不管是誰執政 我覺得在經濟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從依賴度 或者是我們怎麼樣 在兩牆之下 去做經濟上的生存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中國對台灣的依賴度 不是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 其實長遠來看 我認為小英總統 在亞洲的佈局上 是有遠見的 而且運氣也不錯 剛好不管反送中 或者是大陸 中美之間對撞 運氣不錯 可是我要提醒小英總統有一點 剛剛傑明哥講的熱錢回來之後 我們台北市可能更住不下去了 為什麼 房地產可能就維持一定的水位 因為年輕人的負面抱怨 會不會跟著上來 我覺得這是在內政上 總統要特別小心